如果是看得對的 頂守費方面, 我們可以再談 好的 Ella, 你帶徐先生四周參觀 是 細徐先生, 我帶你去參觀 好 這間店主要是做中上層客 其實這裡的裝修有差不多的水準 只要稍微整理一下 就可以開業了 怎麼樣?喜歡嗎? 如果我接收的話 所有的東西都要換過 我不認為在我餐廳有多冷靜 細徐先生, 你眼光這麼獨特 全部都換過他, 正好 不如試一下椅子吧 椅子很舒服 這張椅子的設計很符合人體工學 空間又夠通透 最重要是承托力夠 怎麼坐牢也不會累 我想到了 我的餐廳要以亞馬遜食人倉做主題 在這裡放大魚缸, 充滿了食人倉 這樣就很適合了 食人倉? 好啊 細徐先生 這個廚房設備很齊全的 這個中島料理桌 可以同時讓你處理幾樣菜式 還有 夠實質, 我試給你看 你看, 整個人躺上來都可以 沒有, 你要上樓梯嗎? 有點髒東西 細徐先生… 細徐先生,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我盡快安排簽約 全靠你帶我來一串 我突然有新的靈狗, 跟我來 細徐先生 想煮好的菜式, 一定要有地道食材 我認為彈逃魚將會領導飲食潮流 用五十五度燉燙烹調 再配普羅王絲香草 完美 細徐先生, 你眼光真是獨特 很有創意 這一層不用強調 下去吧 下去幹甚麼?三波嗎? 不, 當然是下去捉魚 我嗎? 難道是我嗎? 那…有沒有工具? 你至少也給我一個兜 不, 一定要用手足 用工具的話會嚇到魚 魚受驚, 會影響肉質 甚麼?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男人? 要個漂亮的幫我曬著 幫你捉彈逃魚 還要同手足 你的腦袋是不是進水呀? 你幹甚麼? 傻瓜在這兒幹甚麼? 還不下去? 我就是在想怎樣捉魚 他們沒那麼害怕 我下去捉魚 那邊有魚 不要只在這裡捉 去遠一點捉魚 捉到了 不, 這條太小了 如果抓了牠的話 會違反了我可持續發展的飲食理念 放了牠吧 放了牠?我抓得這麼辛苦 你叫我放了牠? 不知道要抓多大才行呢? 不用抓了, 沒了門 你不等我 徐祖偉, 一定是壞人 良心發言 世徐先生 包著毛巾, 上車吧 謝謝 什麼時候都說世徐先生 你人有靚酒有細心 最重要是什麼?體貼嘛 我觀察了這段時間 認同我飲食理念的人, 真是不對勁 是呀… 既然你這麼有味道 遲些我一個私人聚會 我一些朋友都會出席 有沒有興趣, 一起來? 樂意, 我很樂意 好的 下車吧 我說完了, 還不下車? 我…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除了我, 你這麼想怎麼樣? 只要我拍到你傷害老奕十四 立刻揭穿你的真念 在我字典裡沒有忠誠這兩個字 我一定有方法在不知不覺中要他中復 真是全宇宙最出色的掩飾 喂, 走 戰勝, 你別以為你會走 我一定追到你的